哇 超豐盛的耶 泡麵裡加入滿滿的料 有肉片 蔬菜之外 還有多種海鮮 任君挑選 這個是韓國 這是日本拉麵 這是東南亞泡麵 牆面上一整面的泡麵牆 超級吸睛 算一算有200多種世界各國泡麵 新拉麵 它的品牌 受年輕人的喜歡 安城湯麵 這也是韓式的 所以可以顯得意見 韓式的泡麵跟拉麵 它是受目前說的網友 那最讓我們意外的 我們台灣的 這個就是花雕的酸菜牛肉麵 雖然30度高溫 大熱天中午 民眾對泡麵還是情有俗衷 店外滿滿人潮 滿好吃的 店長會這樣煮 不太會 不會加這麼多料 就只有煮一般泡麵這樣 加個一點肉片而已 先點巴鯊魚 然後還有一些 它滿多種菇類可以選的 對 然後蛋也有三種可以挑 靠近基隆 望海上這間泡麵店 裡面有自助吧 冰箱裡滿滿海鮮 許多遊客慕名而來 還有爸爸媽媽帶著小孩 一起來吃海鮮泡麵 我們這邊選購我們的泡麵 都可以有自己搭配不同喜歡的這個料理 不管是海鮮類有蝦子 大白蝦 有鮑魚 還有一些淡菜 或是牡蠣還是一些套Q 那會根據不同的季節 然後我們都有不同提供給 所有的遊客可以來公開選擇 那我們也這樣豐富的這個很多的 蔬菜類跟菇類 還有一些火鍋類的東西 這個借我這個 你的料比較好 看看議長童之偉 兒市議員許瑞慈 自己挑選的海鮮泡麵 有淡菜 透抽 蝦子 香味立即撲皮而來 我現在吃的是這個日式的這個豬骨 豬骨的一個拉麵 然後搭配我們的海鮮 那在日本跟我們的卡麥店 跟我們的海鮮 跟我們現在在地的這個中正區 這個有山有海的一個好地方 其實是非常搭配的 所以業者可以想出這樣子的創意料理 其實對我做的一個非常新鮮 那我今天從海邊這樣走過來 其實我們剛剛喝完咖啡 喝完飲料 再來吃碗麵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悠閒的一個午後 我本身非常喜歡這個韓國Q彈的辛拉麵 那再配上這個新鮮的海鮮以後 真的超好吃 絕配 那這裡有大概多打200多種的泡麵選擇 那每一次我都可以選擇不同的泡麵 像是有泰國的啊 有韓國的或甚至緬甸的 甚至還有菲律賓的 加了海鮮的泡麵 價格平均落在100到300元之間 吃完泡麵 還可以到隔壁網紅店 喝杯調酒飲料 消暑又解渴 八斗籽在原住民畫裡面叫八斗 八斗的話其實它就是一個女屋的意思 因為八斗籽這樣的一個地形 其實過去是一個煙霧繚繞的 那這個飲品特別設計 它有一個煙霧的感覺 那也有一個女屋的一個印象 非常適合在我們中正區做一個代表性的飲料 這裡除了這個飲料好喝 那這是一個五酒精飲料 那它也非常有意象 然後特別準備了一個基隆的意象 大家有看出來這是一個鳥籠嗎 老闆也特別找了一個鳥籠 來裝我們的這個飲料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非常適合 大家來這邊走走 那這是一個非常放鬆深陷的地方 暑假忘記到來 來望海上玩水之外 來一碗海鮮泡麵 喝一口冰涼的飲品 三海美景相呼應 視覺 味覺 雙重享受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 你看到 感谢观看